遥遥领先,果然名不虚传,他只需略微出手,便已是制驾的极限。 问解M7夜间高速行驶,中间隔离带突然窜出行人,他能上演一场极限避让,高速遇到交通事故,他也能按死行走位连续躲避。 面对狭窄的田间小道,他也能平稳行驶,在路况复杂的街巷里,也能精准避开对方的障碍物。 即使在狭窄路段汇车,他也能完美执行。 于大嘴曾经吹牛,让车自己开回家,而今年过年,于总就开着问解M9全程自动驾驶回家,当年吹的牛也是失线了。 遥遥领先果然不是随便说说的,如此厉害的智能驾驶,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,感觉可以买一辆让他自己去跑滴滴。 就连评论家迈克阿瑟也表示,特斯拉的辅助驾驶是我在网上见过最强的,华为的辅助驾驶是我在现实中见过最强的。 从懂车地搜索可以看到,最近问解汽车的销量杀出重为,稳居前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